为何男医生总被分到妇科 这到底是何居心 看完总算明白了 人吃五骨杂粮生病是难免的事情 然而生病就要去医院就医 但是对于患有妇科疾病的女性来说 去医院看病难免会感觉到尴尬 特别是遇上男医生做诊 女患者都会有些抗拒 其实在面对这样的事情时 不需要有太多的顾虑 因为在医生的眼中并没有男女之别 她们都会全心全意地帮助患者治疗 其次在一般情况下 产科的孕妇体重都超过了100斤 要抬动产妇除了要小心谨慎之外 还要有足够的力气才行 而且这些妇科手术会进行几个小时 这期间医生要一直保持站立 她们承受着心理和生理的双重压力 虽说这些女医生也可以承受 但是对于男医生来说会相对轻松一些 所以医院在进行工作分配时 会优先考虑把男医生分到妇产科 这也是全心为病人着想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观看